本短片为关于透的众雷心得 会有很多的剧透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脑筋既转弯二 小女孩长大了 原来亲自问起来作怪 突然冒出来 心情绪 掌控平静的一切 搞得天下大乱 任多更有趣的突发奇想 脑袋瓜里面的大冒险 一起来看看 如何再一次突破重围 找回迷失自我呢 很不简单哦 颠覆大家的第一集 大大受到了好评 隔了快十年之后的新作 新的续集 这不就来了吗 脑筋既转弯二 来看看这一次小女孩又长大一些 只不过事情却不是如想象中那样的一番风顺哦 哈 就在还以为团队合作之下 大家做的棒呆 没有想到这些年来的努力 竟然在一切之间崩解掉 怎么一回事呢 也是先说给 如果是第一次看 或是还不熟悉脑筋既转弯的 新朋友知道一下下的 就这篇电影开始 接了画面来认识一下情境 这边的主角 人类小女孩是莱莉安德森 然而真正有趣的闹 很有事的是莱莉内心世界 意思也就是说 整个故事主舞台 其实是莱莉小脑袋 大家可以见由一开始简介 关于这一场曲控球赛 看到里面真正主角群 这几个歌剧有特色 像艾米波勒 配音的热热 路易斯布莱克 配音怒怒 突然还有配音的金睛 丽莎拉皮拉 配音的艳艳 以及菲律师 史密斯所配音的悠悠 他们所代表的 也就是掌控每一个人 喜怒哀乐的情绪 这次第二集 故事是发生在第一集的一年多之后 虽然是有延续 不过剧情相对独立 没看也没关系 不过W还是会建议呢 如果没看过第一集的朋友 看这部电影之前 可以先去恶补一下 第一集会更好 也总之呢 W还是简单 小小待一下 前情回顾 整个概念发响 就是第一集最开始 乐乐旁白说的 好奇一个人的脑袋瓜里面 在想什么呢 第一集故事 由莱莉还是小baby 刚出声开始说起 但整个第一集的主角 是放在莱莉11岁的那一年 跟着老爸老妈 从明尼苏达搬家到 加州旧金山 之后不仅是莱莉 生活上发生了巨大变化 哈也引起脑袋 内心里的五个情绪角色 一阵大乱 所以再回到第二集的现在 就也是延续第一集 大家可以看到 曲红球仍是莱莉的最爱 甚至交入校队 莱莉跟波利 格雷斯 他们三个是一起打曲红球 同队的队友 使党交好朋友 当然也不能忘记 介绍莱莉很保的老爸老妈 还有麦克拉兰 培音的比尔 戴安连安培音的吉尔 除了主要莱莉的情绪角色之外 老爸老妈情绪 也是剧中 不只会反映插华角色 这次剧情的范围 他们更认为 又比第一集更聚焦 接了曲红球比赛开场 后面故事也是曲红球 就在莱莉他们团队的合作 很关键 最后那一球得分 莱莉莉获得了高中火星队 曲红球队的 罗布斯教练邀请 罗布斯教练 火星队都是莱莉很崇拜的对象 莱莉不利跟格雷斯 过来要去参加三天的训练营 只是呢 情分之余也没想到 这天晚上大事发生了 就在莱莉睡着之后 让他们也在忙完整理 讲了一些讨厌很尴尬 不愉快回忆抛出脑后 就在他们几个情绪也已经上传 睡搞搞之后 哈 先是一个警示声响 把大家给吵醒了 接下来则是莫名其妙的 青春期警报声响大作 过来接连跑进来一对工作人员 说要升级控制台 但说是要改装 更像了 是在搞破坏 而再来还不只是这样 还有更糟糕的是 新的情绪角色 也是在这样一阵互乱之中登场 就在莱莉 情终叛逆 仿佛又复杂的 情绪一觉醒来 先跑出来 下回大家的是 由玛雅霍赫 配音的阿娇 哼 想必代表了 就是青春期一种很焦虑的情绪咯 然后 还有接连某出来的 羡慕别人有的没的阿娇 性格很害羞的阿娇 甚至有发过像的情绪 这一位就是代表了 那一种对什么都很没劲的阿飞 一方面是加入新的角色 来帮这次剧情加入新鲜感 另一方面就会看到 人生进入到下个阶段的来历 用了更多更复杂的情绪 来代表他内心世界大冲击 换个角度来说 或许看起来就只是几秒钟过程 但这些闪光念头 就多像一幕又一幕 内心的小剧场 哈 在一大早起床 心情很乱 以后准备去参加营队 就来这一些心情去登场 搞得更是天下大乱了 不许就也可以看作 公司新来了 空向同事或者主管 原本主要都是以乐乐为主 带头的经营方式 杀出了一个阿娇 说都是为了来历 未来高中生活好 意思也就是说了一种 青春期焦虑为了心情 什么都是羡慕别人比较好 再夹杂了死而害羞 死而又是年轻人很耍肺 不想管死而心情 就看到了莱丽他们 来到赢队的场地之后 先是在碰到心目中偶像 瓦伦学姐一整个乱的方处 过来也是在交友策略上 两边产生很大旗舰 就像新公司团队跟旧团队 也合作一个案子那样 但对方有新技能 更互劝Gacy 更大野心 一个不小心 可能就也像接下来这样 被架空解决掉了 相当有意思 前面脑筋机转弯 第一集已经架构出来 估计机群是透过了将脑袋瓜里面的情绪角色画之后 那也是像各种想法 回忆等等具象实体化 变成了像是大总部 是在控制外在人体行动所在 每秒每刻经历 被基础成各种颜色 记忆水晶球 总部以外就广大 存放记忆迷宫 还有像个性群岛等 而更也在这一次的第二集 随着年龄的增长 再放进来 这种具象化了的自我意识 看到了一个自我意识的建立 在乐乐主导之下 用一颗一颗积极正面的记忆与信念所建立起来的 原本是已经萌芽长成了 我是一个好人意识 但阿娇所属的新势力派 过来就展开夺权政变 主导了就不是要走 我是一个好人那种流派 首先就为了后面可以加入 招式暮想的回应队 为了后面自己的将来着想 在认识的新朋友之后 没有做阿娇主导之下 分队时莱丽背弃的好朋友 莱丽选择了参加偶像学节 他们酷酷的那一队 更衡的是阿娇折断丢掉了好人的自我意识 并且是叫阿修把乐乐他们一整个给抓住 也就这样 接着被装进去玻璃罐之后 再次辗转被送到了一个 无奇马黑的地牢之中 好了就在大脑总部 被青团队给占领控制 旧团队他们被打入了 神秘不知名黑漆漆的冷宫 外面的剧情演示就只分成了两条剧情线的进行 或者说三条 青团队掌控了主控权 反应在来历 现实发生情境也可以算是另一条 就看到在阿娇操控之下 说是一切为莱莉未来 但说算了 也是反映青少年 哪种焦虑 学用心作祟 莱莉背离原本自我 跟这几个学姐 霸解他们 更也是完全无事于好朋友的布莉跟格雷斯 然后也是在竞争压力 及表现自我观众 再再次看到了 莱莉由此越来越是走偏锋 阿娇种出另一个新的自我意识 会长出什么来呢 而事实上 除了阿娇阿木阿秀跟阿飞之外 还有另一个隐藏版新角色的 念旧妈 是蛮搞笑的 代表了一种怀旧的心情 但毕竟来临年纪还小 念旧妈就被当作了 失去一面 一种趣味幽默的创场 再来 莱莉他们 里面的冒险过程 是更好笑了 先是遇到布飞狗 然是个黑暗秘密 甚至霹雳腰包 莱莉他们终究还是逃脱了 下一步呢 派悠悠偷偷回到主控室 其他人则是跟着乐乐 乐乐主张要去找回被丢掉的 好了自我意识 只不过 这个任务 当然并不会是这么容易的啦 记得当时我们终于到处理 优优独播 那是像30秒钟的优独播 对 他们都会变成 不要怀疑 老经济转问2 导演是凯尔西梦恩 呈现的很有趣 情趣角色在大脑里面 发现的更多不为人知的小秘密 像是 借由乐被关紧闭这边 布飞狗 蓝丝等 看起来都用很类似的影子 不过这些是皮克斯原创 是结了一些很相似的元素而成 蛮搞笑的 尤其电话角色蓝丝 也用于代表内心一些秘密区块 甚至一些特殊奇弯的表现 重塑了大脑环境 像裂开一个大峡谷 变成说话回忆拉长的集成模式 用来表现出说话那种拉长讽刺 挖苦人的语调 做梦时会想弄想戏 原来大脑里面 还有一群家业般 画各种通影片来干脑里的血汗工 甚至用脑力激荡 英文是Breathe Dome 就真的在大脑里面 出现了点子灯泡的大风暴 举行里面是玩了各种文字 文化幽默 趣味梗 就在乐乐他们想办法 阻止阿娇他们搞乱来丽 另一方面阿娇希望来丽 可以成功的那种心切 事情走向 似乎是越来越暗黑了 该怎么办才好 让他们有办法 及时赶回去挽回这一切吗 下一段预告之后 将来介绍最后结局 如果还没看过电影 或想保有点神秘感的恩 先看这里 就好咯 没有想到 在阿娇跟阿木的嘲弄之下 将莱莉跑去偷看教练对她的评语 还没有准备好 欣赏出来的这位意思 竟然是我做得不够好 这就恐怖了 要么从此这样而放弃一蹶不振 而不然就像阿娇跟紧闭之下 莱莉更加极端 就在第三天赢队的比赛场上 莱莉是整个赌上去了 说是要破教练之前记录 尽全力一个人要赌得三番 不过左偏锋不择手段 莱莉却也是忘记的 球赛的重点 更应该是在团队合作 还有军事之争 嗯 就在背叛犯规 出局被叫去罚坐在一旁时 这时候正是莱莉脑袋 一整个大混乱大当机 该怎么办才好 阿娇的操之过急 引发大风暴 即使得呢 他们后来其实想办法赶回来 再努力拔掉不够好意识 终回之前的好人意识 但这样还是不行 没有错 就也像第一期那样 故事说是阶楼必须 当然每一个都不能过头 所以也就在乐乐想通的这一点 阿娇放手之下 终于才看到了莱莉脑袋 慢慢恢复了瓶颈 长成了物财多元意识 这时候也才看到了 有意可贵 布里根格丽丝并没放弃他 回到初中 还心玩才重点 也是放下了 不管后面能不能被选足球队 把握美好时光每一刻 好好做自己 才是最重要的啦 总结来说 热闹有趣 又是很具有教育启发性的一部 一整部动画的突发奇想 一场脑袋里面的大冒险 说是遭遇到青春期作怪 兴趣跑出来判断政变 家里面有青春期的叛逆屁孩吗 还是看电影的大家 这集就是正处于那一种各种情绪 跑来乱的青春期 嗯 说起来或许也可以算一种怀旧了 是不是 当你看第一集长大小朋友 现在也过高中大学 是不是 刚好就形成大大这一波 支持第二集年轻主力 平均是动画厉害之处 不仅是有深深感动人心一面 更是以这样不说交友形式来启发大家 或许这不是一部什么超级厉害 酷炫的实际剧作 毕竟说起来 这只是几天之内脑袋里面的革命风波 那确实会是一部 深深触动激励人心的情感之作 不仅是对于一个小女孩 还有看电影的大家 内心里的每个情绪都是主角 大家都很重要 更是要平衡每个情绪的发展 发泄才是正途咯 而究竟就还是年轻人老爸老妈 问那三天状况 最后也只很沸沸的回来一句 还不错 结果换成老爸老妈 内心孩子一阵的不平静咯 还有呢 最近后面有一小段片尾 乐乐跑去拖问 说了一个地毯烧掉 这样一个暗黑秘密 小讯了 好 大概就是这样 还有什么意见和法 欢迎在底下游言 大家一起来讨论脑筋急转万二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哦 那就先这样咯 掰 by bwd6